哎 媳妇 我钱包里的一千块钱哪儿去了 哦 我拿去交电费了 你交电费 你花我钱干什么呀 什么你的我的 这钱不都花家里边了吗 那以前不都是你交吗 我这不是还没发工资吗 那行 发工资记得还我啊 老公 我今天肚子不太舒服 要不你去做饭吧 不是 以前咱不都说好了吗 你做饭 我洗碗 这样才公平啊 可是 我今天是生理期 实在是不舒服呀 那谁家媳妇不生理期啊 就你事多 行 我去做 儿媳妇 怎么了 我今天肚子不舒服 说让强子做饭 她也不做 说让我做 咱俩不是分工明确吗 你去做饭 我不管刷了不就行了吗 现在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 你快回去歇着吧 妈来坐 孟孟 你干什么的啊 哦 妈 我洗衣服 哎 你等一下 这不都她的衣服吗 你要给她洗了 那能公平吗 让她自己去洗 哎 今儿这菜这么丰盛啊 菜谁买的谁吃 这样才公平 你就别吃了 妈 妈 我去接孩子了 接什么孩子 你就负责生 她负责看 以后接孩子这事 你就让她去 你别一天到晚多管闲事 这样才公平 不是 妈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 那你什么意思 哦 你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 你去讲公平 你占了便宜的时候 就不讲了 是吧 作为你的媳妇 她需要的是理解和偏爱 可是你呢 处处跟她讲什么公平 那你凭什么 既要求她为你生儿育女 又要求她为你赚钱养家 儿子 你记住 最没出息的男人 在外面什么亏都能吃 装大方 可是回到家呢 就因为那么点鸡毛蒜皮 油盐酱醋之类小事 割老婆斤斤计较 如果夫妻之间 只剩下算计了 这样的男人 不配有婚姻 这个家是两个人的 只有夫妻同行 才能把这个家经营好 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 我知道了妈 我知道错了 媳妇 我错了